接下来看数学函数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上礼拜有讲到 如何去算这个区域的数字有几个 如何去算这个区域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有几个是没资料 分别我们是用Count Count A Count A是算有没有资料 然后Count Blank 是有没有空的资料 就是说没有输入资料的意思 OK 不过有的时候Count Blank 偶尔会有一些状况发生 就是明明它里面是空的 但它还是算它里面有资料 有出现过这种状况 所以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如果说这种状况发生的话 恐怕你也许用VBA去判断什么 判断空字串 就是这里面是不是空字串 两个双以后 那也可以去计算 你也可以跑一个VBA for i 等于2到7 for j 等于1到11 然后抓出来每一个 去check一下说 这里面是不是空字串 如果是空字串的话 那你就把一个变数 比如说叫做另外一个 你自己可以创一个变数 比如叫Count Count 加1 然后一个就加1 一直加1 最后显示出来 请你把显示的结果丢在这边来 会不会写 应该没问题吧 比如说这边的话 假设了 你Count Blank 结果有错误 因为Count Blank 可能会因为格式吧 我不知道 有出现过就是说 Count 出来的结果不正确 那当然你要验证的话 这个时候恐怕你要用VBA来做 那写法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部分 再写一遍 那再来就是Count If Count If上个礼拜有特别 透过那个我们乐透彩的翻译 来跟各位做说明 其实你会发现Count If非常好用 有没有 就是如果你会用Count If的话 那个几率一下就算出来了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范例党里面有这个 101年跟102年的开奖号码 那每一期 一期就7个号码 一期就7个号码 总共一年就开了99期 那我想知道说 101年的几率是多高 这边就可以利用什么 Count If 然后去算开奖101 那特别注意 以后只要是一个范围 我习惯是把它定一个名称 为什么 因为你以后按F3 就可以取用那个范围了 不然有时候你要光要切过去再选 有时候其实非常不好选 那我的习惯是会用定义名称的方式 如果你忘记上礼拜有讲 你可以把在上礼拜影片再看一下 那这个方式 在下一个单元里面 用到像V2函数 或者是什么Match 或者是只要跟资料库有关的 我通常会用定义名称 在F3 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因为如果你不用名称定义的话 你光要去拉那个范围 还有哪一个工作表 找来找去 有时候就很头痛了 用名称之后 其实就会清楚许多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我这个地方开奖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地方怎么来的 F3 它就跳出来 所以以后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资料的查询 资料的比对 资料的筛选 其实通通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只要把名称 把那个名称都定义好之后 以后一直按F3就好了 它就可以 一个一个资料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去存取你要的范围 资料在哪里 那这种方式 它比较像是资料库 也就是说 把Excel拿来当 一般的资料库使用 而且 这种方式的话 会比较清楚 而且你存取上面 我觉得也轻松愜意 只要你把那个名称记起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名称 你自己取的嘛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 开头不能用数字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 我前面为什么是开奖101 不是101开奖 101开奖不行 它的那个名称 一定不能够是数字开头 大概会有这个限制而已 那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统计出来 结果了 101年做完之后 再来102年 最后把这两年加起来 就可以算出排名了嘛 对 那排名出来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 再利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因为我最后 可能客后 就真的去买那个 这几个号码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 这几个号码能够怎么样 马上知道在哪里嘛 不然的话 光要找第一名在哪里 第二名在哪里 不清楚对 所以最好是什么 你就给它一个格式化 底色的话是黄色 然后那个字的话是红色 应该还记得怎么做吧 第一个选举范围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新增一个规则就好了 那因为这里已经设定过了 所以管理 管理里面可以编辑 就回到这里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只格式化下面的那个储存格 就是当储存格小于等于7的时候 才会去做底下的这个格式 那也就是说它大于7的话 就不会做格式化 所以这样